这个空调外机不转 外机不转 然后呢 我刚才测了一下 这边有电 这边也没有问题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又把这边打开 然后打开之后一看 你看 它没有吸进去 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没有信号电出来 没信号电出来 然后呢 你看这一个laser 看到没有 当那个壁虎 它把它的身子 然后 那个切除到两根电线上之后 一下子就被它电死了 你看 然后它从后面爬过去了 看到没有 一下子就被它电死了 所以这个上面电压特别大 这上面电压特别大 这个 这个那个是个电容 这个是电容 那个 那个 储存 那个电的 然后呢 现在是里面的原因 我现在把这个盖子给它放回去 我现在给它测一下 可怕测试应该没问题 这这应该不是 你看 看到没有 哇 你看你看 你看多长 这空调多长 下面还好一点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点的 另外一点 哇 你看 装的要命 装的要命 OK 然后我来测一下 测一下电容 刚测了一下 那个风机的电容还可以 但是压缩机的已经不行了 压缩机的是3.7了 压缩机的是3.7了 然后呢 还没有那个风机的打 风机的都4.6 但是呢 现在 我等会给它换一下 但是呢 现在的话 不是这个问题 现在它是没有信号电 它没有信号电 OK 我现在给它 因为我还没到它里面去呢 这是一个出旧房 我现在外面先查了一下 然后呢 我先给它换一个 先换一个 先换一个电容 OK 看多大的 好了 给它换了一个新的 它这个是40和5的 40和5的 原来是稍微大一点 然后呢 现在的话 新的会小一点 然后呢 给它放好了 给它放回去 现在不是这儿的问题 是那个 是里面的问题 现在我去里面查一下 OK 我刚才去了 他说他没有turn on 他turn out了 OK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哎呀 听 听得咔哒一声了 OK 那我现在就确定 百分之百确定 即时的可负车坏了 OK 现在要给它放回去 好 我盖子放回去了 我刚才回忆了一下 那个房东跟我说 是那个外积转 但是呢 是吹的风 就是是室温的风 所以我忘掉了 忘掉了 因为当时开着车呢 开着车呢 OK 那现在应该好了 应该好了 就是可负车的问题 OK 我可以听到那个什么的声音 我可以听到那个压缩机的声音 OK 看他这个风好像吹的 吹的这边没有 他好像放的太吵下了 这个风雨 看这个厂家的人应该没问题 然后呢 我给他我看有没有水龙头 我给他快速的冲一下 快速的冲一下 你看你看 你看 你看哇 我给他快速的冲一下 你一看你一看 这出租房就这样了 我看有没有水龙头 这有水 我给他快速冲一下 快速冲一下 你要是不专业的人冲的话 你最好把那个水 把水 不是把水 把那个电关掉 把电关掉 OK 我就这样也不给他打开了 快速的就是这样 把那个表面的那个什么 给他冲掉就可以了 好 我今天来教大家怎么样洗这个外机 然后呢 不用把它打开 不用把它打开 所以呢 这种 那个 就是有房子的 有空调的 然后呢 你就可以 然后自己那个来洗 和专业的 哥们儿就不属于这个专业的来洗的 你首先呢 用这个water hose 用一般的这个喷头 打到那个jet上 打到Jet上 打到Jet上 然后呢先把外面洗干净 你看你洗的时候 你看它 它有的这个东西是朝下 有的是侧着的 然后呢你就这样顺着 你看你刚才多伤 然后现在我我用那个Jet那个 就这样把它吃掉了 就是你洗的时候呢先把空调关掉 OK 然后呢 你把外面的都吃掉 就吃掉之后呢 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 因为它这个风是从 从外 然后吸进去的嘛 然后这样的话有一些脏的 它吸到那个散热片中间了 它那个风呢就是从这个散热片中间过 然后呢它那个这样的话 就就就有一部分脏东西 在这散热片中间 所以呢你把那部分也要吃出来 然后呢看这个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是专门洗这个的 你看我其他的前面的视频的话 你见我一用这种在商业的上面 比较用用的比较多 也就是说这种的话你不用打开 你不用把这个盖子打开 然后呢因为这种的话 一般都是特殊的 这种那个六刃的 你要自己卸的话 有那个半天都卸不开 而且卸开之后 有的你很难装上 很难装上 然后呢你就用这个 你看这个 就这个这个等一会儿 我把它拧到这个上面 OK 拧到这个上面 然后这一头你看 因为这个它造的特别细 所以呢你可以把它可以把它伸进去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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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把它把它伸进去 伸的时候呢 然后呢你看一下 然后它这边它没有喷头 没有喷头 但是呢你看 它的管子在这边弄了一个洞 那这样的话那个水的压力就特别大 这样的就从这个洞里面吃出来 吃出来之后呢 然后呢你就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你就把水然后朝外吃 然后中间这个散热片中间有脏东西的话 它就会吃出来了 这个的话我已经掉了一个了 我已经掉了一个 我非常小心非常小心 但是呢也掉了一个了 已经掉了一个了 然后这个东西非常好非常好 还有就是你洗那个室内机的Evibrator Coal的时候 你洗那个盘子的时候 你这个也是非常好 也可以伸进去 OK 这个的话专业人员是必须有 你要是不是专业人员 你是这个Homeowner 然后呢你自己买的房子 你洗空调的话 然后呢你就买一个这个 这个没有多少钱 这个100块钱一下 你让别人洗一下的话 都要150 在我们这边的话至少要150 OK 然后呢你洗的时候光用清水洗就可以了 所有的这种生产厂家都建议你 他有的都标上 都标上这个Water Only Water Only 就是你直接你不要喷任何的洗液 你每年都洗一次的话 不用喷任何的洗液 OK 就直接用清水就行了用清水 然后呢我我现在把它拧到这上面 然后呢你首先就是把 然后把外面都都都都冲干净 你看 那都现在冲的干净净的 然后呢我现在再换上这个这个头 然后呢我伸进去 从里面往外冲 OK我现在把那个水给它关掉 好了我再接上了 我再接上了 然后呢你看啊 这个东西就像枪样 那个后座力特别大 后座它它那个压力也特别大 所以呢你不要开 你根据你的那个什么 你你先给它开弱一点 然后慢慢再开枪 你看你的这个 分有的分它特别生产厂家 特别弱 特别软 你有的话就比较硬 所以呢你根据不同的 然后你把它调一下 你看啊 我我一开的话它刷一下的 就这个它就会 它就会那个什么抄抄后出来 你看我现在慢慢的开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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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 然后呢 我现在开了大约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OK 然后呢 你这样的话 要这样 你就你就在里面 然后呢 我这后座力特别大 我先把它关上 OK 然后呢你伸进去之后 然后打开 因为我我我一个手不能操作 然后呢 你就把它伸进去 因为它它照的特别细 特别细 就是方便你不用打开这个盖子 直接然后吃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我现在把它冲一遍 我冲一遍 你看 我现在 现在 抓住这边 然后你看 看到没有 你看一出一次的时候 你看 看看看到没有 还是出了好多那个脏东西的 还出了好多脏东西 OK 所以呢 你就这样冲就行了 然后你就 然后 你再换个孔 换个孔 因为它这个每个孔的话 你看 它只能有一定角度 所以呢 你就 你就 你就看着就是把它 全部都喷一遍 都喷一遍 OK 好了给它洗好了 然后呢 我再打开就可以了 然后洗的时候一定要那个什么 一定要把电关上 一定要把电关上 OK 然后呢 看到没有 这个的话 这个不到一百块钱 你让别人洗一下的话 至少一百五 各个地区不一样 至少至少一百块钱 你 而且你要是想去 这个特别脏了的话 你要是想用那个洗一下的话 那个 那个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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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都有 然后你喷一下 这一台的话 至少需要两瓶 它对 那种 喷的那种 一喷之后出来好多磨 那种 你可以 你喷一下也可以 但是呢 所有的生产厂家 他都建议 是 我 是 他都不建议用那个 因为 你用那个的话 用这个化学 这个药品 然后呢 你总会有一些洗不干净 然后呢 总会就是 油一些在上面 这样的话 它对于粪 它都给你破坏掉了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 那个 有可能你那个管子 它给你弄的薄了 薄了之后 因为这边是高压 这样的话 就会漏 就会漏出点 OK 然后呢 他有耐台 我问一下那个房东 让不让我洗耐台 我给他稍微加点钱 把耐台也洗了 所以呢 这个你要是做生意的话 你就 你就正好 这个 在这一趟过来 给他洗一点 稍微便宜一点 给他洗一下 加点钱 OK 啊 然后 呃 估计他让我再洗一下 估计他应该的 因为他一般的话 他他他他不愿意洗这个 然后有时候 他 里面漏水的话 他他自己过来看了一下 然后我就交给他 怎么样自己弄 但有有时候他 他也不愿意弄 OK 我问他一下 我再给他打个电话 我问一下他那个 让不让我给他洗一下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我看了没有 你看这个里面 整个都糊住了 这样对压缩机不好 这个这个就给他切好了 这个没那么多了 给 我现在给他弄那个 我又冲了一下 这另外一台你看 你看 然后 看 走 他这个 你看我又换成一般的这个喷球了 放在这个栽头上 你看 然后呢 你看 刚才我让大家看在这边 你看这边 OK 然后呢 因为你这样 你啊 你这样冲的时候呢 他肯定有一部分也 也会到那个散热片中去 但是呢 就是 你刚才用那个 这个完了之后呢 你再用那个长的 然后这样的话 再从里面再铺设出来 这个就可以了 你看 看这个 哇 你看到没有 看 哈哈 整个都糊住了 整个都糊住了 对 然后你这样就去冲 冲就可以了 你看啊 我让大家看一下 你看 然后你顺着他 顺着他 然后你才能吃进去 对 而且是吧 朝下吃 朝下吃 然后朝下吃 对 然后呢 其实他是在表面 薄薄的一层 薄薄的一层 你这样啊 然后大家 往这个看一下 哇 然后呢 现在看一下 看 所以呢 这样的话 因为 因为他是 那个对着光线 对着光线 我也看不进 但是呢 我 我这样扯一下 我这样扯一下 往这扯过来 然后呢 我 我避着那个光线 再冲一下 ok 都给他冲完 好 这一块外面那个冲好了 现在呢 又从里面 里面往外冲完 来 你可以 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来回反复的 从里面冲完之后呢 然后呢 呃 我外面再冲一下 你如果看 有冲出来 张东西比较多的话 你外面再冲一次 再冲一次 然后呢 然后冲 你把外面再冲完之后呢 再到里面再冲一次 你反正自己家里面的话 你可以冲得越干净越好 ok 你看这一个不到一百块钱 所以呢 你买了之后 每年都可以冲 你这样的话就省好多钱 ok 好了 还有两个手 把这四面 四面 都都都都给它碰掉 ok 好了 两个都给它冲好了 所以呢 还建议大家买一个 然后把那个连结 放在那个下面的 那个 从亚马逊上可以买 ok 这也好了 这个都给它冲好了 ok 哇 它这个 这个东西 掌风 它这个不会已经死掉了 这个东西它要 哇 让它自己清吧 你看它都跑到电盒后面去了 ok 这就好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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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